我们回听一下上级课内容啊 上级课讲什么来着啊 上级课讲这个硅谷的由来 最早呢不叫硅谷 就是苹果谷 李子谷是吧 那后来呢怎么变成硅谷呢 就是不断的这个有大学 当时周边的大学和当时周边的工业园区 然后有年轻人不断进入到这个这过程中 他是为什么叫硅谷呢 硅很重要 他是这个半导体的重要材料 他在这个硅谷 在半导体随着半导体发展的过程中 有两个人特别重要 一个是特曼 上次说那个斯坦福的这个教授世家的这个人 还有一个是谁呢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肖克利 他们两个应该就说是硅谷的这个奠基人 或者从屋到有里面的重要的人 因为他们把发展选到硅谷 而这个发展呢就有天时地利人和 就这样发展起来了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 从苹果树李子树的角度说 那他们两个可以说是罪魁祸首啊 破坏这个美好的这种田园生活的罪犯了 那不同角度就有那得学会反思是吧 各种反思 那当时的这个很重要的公司 比如会补公司 他们的东西做什么来着 第一个叫HP200A 是一个震荡器 咱们也做过这种震荡器 那震荡器还能怎么玩呢 咱们来玩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震荡器 我把这个东西改造了一下 我把那个上次那个就是发光耳机稿换成了这种 就是可以禁得住3.3伏的这种发光耳机稿 然后他等于是就放电就快了 放电快了之后 他的频率也会变化 我们看一下 上次差不多两秒 现在差不多一秒钟好几次 对吧 这个而且呢 我还做了一个改进 就是说把这个 这 这个 这不是电阻吗 就是给他那个电容充电这个电阻 把这个电阻呢留着 这个电阻呢变成一个可变电阻 你看他这个可变电阻就很像一个人在举着手 是吧 我觉得很像 挺好玩的 你是不是可变电阻啊 举手 我就是可变电阻 是一个104的 104就是10乘10的四四方 差不多100K的这么样一个可变电阻 然后呢我们把它开起来 他就他就闪动 闪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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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他不是可调电阻吗 我们给他调一下 他也不是慢了 这个还保持对吧 这个还保持 这个呢他就慢一点 哎这这就保持再往再往这边调 再往这边调 他就很持续 他一下他他就很慢 哎这个东西我们如果从这个 这这这这个试播器的角度上看 他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看到呢 这个画面是这样的 就是他还是此消彼长 他起来说他落下 他他起来说他落下 是这样一个波形 这样一个波形 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调这个可变电阻的话 会怎么样 我们调这个可变电阻 看还是近似于放波是吧 看这个频率就变化了 不但频率变化了 他们两个时长也不一样了 他亮半天 他亮一小项 他亮半天 他亮小项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时间给他 看出了啊 你看这个 这个子的他老处于高位 就老亮 他老亮 他老亮 哎 那他呢 就是偶尔的时候才亮一下 都是交替的 那他就是干活多 对吧 他呢就干活少 这干活叫什么呢 叫丢腿 丢腿 那么这个一个周期呢 就是这个 从头到尾 这个他们俩一起叫一个一个色口 那他干活 他不干活 那他就是什么 他就是干活多 他呢就是干活少 怎么形容这种干活多干活少之类的东西呢 这个东西呢叫占空比 继续调就这样 是吧 你看他老干活 他老不干活 占空比 他就很高 他呢就很低 那他老是空着 他老是站着 这就是占空比 我们来认识一下 我们来认识一下占空比 PWM 这有一灯 这有一电机 是吧 脉冲带宽调制 一般说的都是方波 一个方波 连一个方波 这不就是震荡下来了吗 有个最大电压 一个最小电压 它们之间震荡 一般这就是5伏 这就是0 或者3.3伏 这是0 整个的这一个叫什么呢 一个叫什么呀 叫一个周期 周期 周期就是这么一个时间 频率呢 是周期的倒数 比如说两秒的话 频率就0.5伏兹 0.5秒的话就两伏兹 这是震幅 它高的这个就叫占 是吧 那低的这个叫空 来占的这个占整个周期的比例 这叫占空比例 算一下 6除以多2啊 6加4 等于60% 一般是百分之比来显示的 就是60% 这就是一个PWM 这就是一个PWM 就是占空比 50% 输出电压是怎么样的 其实如果这个 它的输出电压 是近似于2.5 但是时间上很频 很频繁 这是有效的相当于 提高的话 那它就占的多 是吧 降低的话 那就是空的多 那个就老量 那个就老案 是吧 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占空比 那么占空比呢 就是占和空之间的比 它的名字叫什么呢 它的名字叫 cycle duty duty就是干活的 空呢 就是不干活的 这个duty 占整个cycle的多少 就是duty cycle duty 那么这次呢 我们讲的就是 这个占空比 以后如果在PWM当中啊 还有很多地方 都可以用到 那这个呢 这个正当电路 有占有空 还能怎么玩呢 咱下次再说